跟随福建海景山州舰 现在我们已经航行到了北定岛附近 现在的坐标为东京118度32分 北纬24度25分 距离大金门岛是不足四海里 那在我的身后就可以看到一艘台海巡船只 都说饮水私源 为了解决金门岛上的用水紧缺问题 泉州和金门岛建设了跨海输水管道 为金门岛上的十几万居民提供了生活用水 在执法巡查期间 我们的海景不仅要时刻关注海面上的情况 还要保护这些海底设施不受破坏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一路航行 途经母雨 廖罗头 廖罗湾 大茂山等地 最后抵达厦门岛 下岗郡001 下岗郡001 我是李郑县邦 中国海景 我是中国海景 正在开展直马巡查 请注意航行安全 如需帮助 请及时拨打95110海上耗警电话 或通过电台与我联系 祝您航行平安 每天进出厦门岛内的船有一千多艘 既有货轮 工程船 还有小三通 客轮等等 通航密度较大 所以在海况不好 夜间航行等情况下 我们会对过往船只进行安全提醒 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从金门返回厦门 刚刚靠拨码头的小三通客轮 那每天在厦门的五通码头和金门的水通码头呢 都会对开16个船班 很多台胞呢就是通过这条航线在两岸往来 寻根技组 走亲访友 交流合作 那么从去年1月7号下金小三通航线赴航以来呢 截止到今年的五一假期 旅客量已经突破了100万人次 小三通呢 是指金门 马祖和福建沿海地区的 海上通商 通航 通游 在两岸交流中呢 发挥着积极的重要作用 从厦门到金门的这条航线 约占小三通客运的90% 单向航程呢 18公里 航行时间呢 约为半小时 那在两岸民众的眼里呢 这段距离是浓得划不开的乡筹 小三通航线呢 也是两岸往来的黄金通道 更是促进两岸民间交流 和两岸同胞心灵气和的一座连心桥 小三通航线有了之后 就是两岸关系架起了一个桥梁 也非常的便利 非常的便捷 在开展海上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期间 我们也担负着实施海上救助 化解海上矛盾纠纷 处理海上警情等任务 我们会第一时间为两岸人民提供服务和帮助 及时妥善处置海上各类突发情况